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都夫 都夫是我双见论股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 join member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参加我这个 join member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技术图 很明显呢今天呢就突破了这个 筹码峰 POC 这个当然是好事 他的下一个主力线很显然就是这个 前高主力 也就是这条DOTLINE 也就是3块1 这个呢 如果真的是现在要去揭露的话呢 最好的是等到他站上去这个3块1 再考虑 因为这个双顶 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上到去3块1的时候 他会回来 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朋友在2块8的时候 买入3块1啊 就有10%的这个盈利 这个肯定是一个套利的卖压 这个肯定是一个套利的卖压 所以如果 他们也是担心这个 为 U-turn 会把他们的盈利 呃 不见掉 但是如果他有能力 涨上去这个3块1以上 这样这些朋友呢 就看到他上涨的话 他们就不会 呃 轻易的卖掉 因为在赚钱嘛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最好是等他 上上这个3块1的时候 再决定要不要加进去 当然如果你已经是持股的话呢 也是一样 如果看到3块1 已经有 这个U-turn的这个 呃 形式 这个可能你也是要考虑的 把它 套利 买出去 如果他突破 就继续持有 OK 这个就是我对 都夫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